譬如現在政府正在考慮檢討 不如用一條方程式 像港鐵票價機制一樣 大家就不用爭辯了 不過我怕到時候 可能嘉輝議員很寂寞 他們沒有交涉 要不要輸入外奴 其中我覺得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勞工界擔心 你開放給外地勞工進來 就降低了本地工人的工資 因為多了人來找工 工人的意價能力就低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才有最低工資的法律 定下來 所以5月1日就有新的最低工資 是, 記得由37元多 加到40元 加到40元 這個時薪, 你們滿意嗎? 這個真是說起來, 曾先生 這個也是你以前立法會的時候 有份通過這個最低工資條例 當時有爭議, 我還記得 美國有一個傳統基金會 它每年都將香港平造 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特區政府就以此為榮 我記得那年政府決定了 要立法規定最低工資 那個傳統基金會 你飛了兩個人過來, 警告我們香港 你如果通過這個最低工資的法律 就立刻我們就扣分 你就不會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 這麼說的 不過曾先生, 現在經過十多年之後 證明這些事情都不是對的 香港的競爭力 又沒有因此而削弱 另外, 有了最低工資之後 其實這十年多了二十多萬的婦女 因為加了薪金會出來投入勞動市場 而且他們做前線的服務行業 最低工資還有沒有意義呢 現在在我們物館行業 一些三毛大廈裡面的保安 他們都在付最低工資 甚至… 那些又肯做嗎… 肯做, 不止因為他們的年紀比較大 第一, 第二, 還沒錢 現在的情況是我今天在A三毛大廈 當完十二碼的間, 即是十二個小時 然後我在旁邊或者再遠一點的 B三毛大廈 我當了另一個夜間, 踏兩間 所以其實勞工都很辛苦的 成功, 是嗎? 對吧 不過剛才曾先生說的 我覺得就是… 現在有最低工資的水平 但其實大部分的工都不是… 不是最低工資? 不是最低工資 按統計大約一萬多人 還在獲身三十七個半 不過如果加到四十元的時候 就可能保障五萬多人 當初設立最低工資的時候 第一個水平, 不知道曾先生 記得嗎?就是二十八元 那時候可以保障二十多萬的工友 就是二十多萬的工友 就是最低的 最低的 當時是這樣嗎? 因為當時是二十八元 但在二十八元以下 還沒實施最低工資之前 就是二十多萬 二十多萬人 時薪都是低於二十八元 變成他們可以加薪 還有另一個問題 以前也不覺得的 最低工資 其實每兩年檢討一次 當然法例沒有禁止到一年一件 上一次已經凍結了 三十七個半已經很久之前 四十 已經在疫情 和社會事件之前 就是二零一九年 五月 那不是經濟差嗎? 這幾年經濟差 萬多人 還在獲得最低工資三十七個半 就是說他們差不多 這四年都還沒加過工資 老闆, 怎麼說? 其實一個自由經濟題 需求應該是自由活動 你自然增加, 像現在四處搶人 你的人工自然就會自動升高 香港來說 現在的最低工資只有四十元 我相比南漢, 五十七元 日本五十六元 再鄰近的台灣 也有四十三至四十五元 香港好像很收價, 只有四十元 這裡看很多跟原數 我用近一點的台灣, 去比例 台灣的工資中位數大約一萬零四百元 香港的工資中位數已經達到一萬九千一 為什麼我們的工資中位數高這麼多 為什麼顯露不出來 是等於最低工資高一點 人民的生活會高一點 這是市場的訴求 你就要將最低工資調高了 不是等於整體的工資會調高 因為你的需求根本是不好 相反來說, 最低工資是用來保障 一些什麼地方的人呢? 就是那個地方的失業率很高 那些工人經常找不到工作 他們的叫價能力很低 香港只是大約0.5%的人 是收最低工資的情況而已 那可不可以把那0.5%的朋友都調高 我想問問大家 那個單核式的樓 現在經常看到伯伯坐在這裡 那些伯伯可能應該是七十多 有些可能是八十都有 你叫他, 其實他坐在家裡也是這樣坐 不是, 他坐在家裡也是這樣坐 他坐在那裡當然會開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讓我選擇 一個四十多歲的和一個八十歲的坐在這裡 我會選誰 其實我覺得雖然是最低工資 也是對他們最高的尊重 很多的勞動者, 他們比較… 我剛才提到, 其實只有萬多人 那些勞動者, 其實他們的耳駕能力比較低 可能他們的學歷水平比較低 年齡比較高 反而我們是不是需要想方法 去保障這一群人? 有些雙見人士, 他們根本一元都賺不到 他們都在生活在香港 為什麼他們在生活? 我們香港其實收這麼多錢 不是幫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們就是給一個最高的尊重 他願意出來做 那些朋友是完全沒有工作的 完全是雙見的 我們都在給錢支援他 我們在給錢支援他 這個是不是不尊重他? 不是 但是有些人, 他不是雙見程度那麼嚴重 他還想靠自己的能力 但是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的人工都很低, 而不能夠生活 那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應該在政府再拿資源去支援他 如果剛才說的 第一類人士是完全不能夠工作的 我們可能支援他15000元 有能力工作, 他只有11000元 我們就能給他4000元 甚至更多, 令他更得著 其實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 蘇維新主席, 最後一句 給我差你 不是,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想說一個問題 如果你想用最低的工資 不斷地提升的話 就可以保障到最生氣的果汁 你也要記住 一個最低人工的朋友 你加薪金的話 其他人每個人都要加薪金 對於這種情況的話 其實香港的競爭力就會減低 大家揮說 我真的要說一件事 你沒理由是我的制度 去逼人拿中援就不去工作 一個兩人家庭可以拿到 一萬零九百多元 但是你中援, 我40元 只有9000元而已 你說如果我是一個單親家庭的媽媽 我有一個小朋友 我是否寧願不工作 最低工資現在是40元 可能是讀書, 學歷 或者身體上有些問題 所以拿到最低工資 大部分, 包括剛才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餐廳所有都不是40元 是 事實上只有萬多人 現在是說香港打工仔樓口 三百多萬 是 真的因為這部分萬多人 他本身自己有一些弱的 比較弱 所以我們就保障了 不過他再說出重點 我們可能把錢 再保障一些更有需要的人 是, 凱欣, 你說得對 現在受惠於最低工資的人 畢竟是少數 而且真的很多老闆 即是出高電源 譬如這裡的老闆 或者是嘉輝議員 都不會出手這麼低 所以其實為什麼要這麼擔心 其實他們… 跳高一點都可以 跳高一點都可以 他們的公司… 怎麼這麼緊張 最低工資的人都在說時薪 五、六十元 對 為什麼需要這麼擔心 還有那個連以效應 是會有一點 但是譬如你說 現在有三十七個半 加到四十元 原本收到四十元的 不過你當然要多給他一點 可能加到四十二、四十三 但是去到譬如五、六十元那些 其實僱主一般考慮整體整間公司 加不加薪 其實他也不會用一個最低工資 加不加來參考 當年通過最低工資立法的時候 已經有人指出 你別以為通過這條法律 就是天下大庭 你看看外國一樣 每次檢討最低工資 一定引起社會上很大爭議 但是主席… 不會有一個大家這麼容易去… 有一個公平的… 不同意的一個… 水平 是不是? 你勞工一定認為 應該提高一點 越高越好 是不是? 商界一定認為 你這樣增加我的成本 譬如現在政府在想檢討 不如用一條方程式 像港鐵票價機制一樣 大家就不用爭辯了 不過我怕到時候 嘉輝議員很寂寞, 我們沒有交液 最重要是每兩年就爭辯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個我們遲開放態度 你不用怕沒有交液 到時候爭辯的公式要怎麼改